台湾的第一座孔庙 落成于1666年正月 汉文化第一次在这个岛屿里面 开始生根妙蒙雅的 康熙23年第一任台湾巡岛周昌 他就认为在台湾 一定要施行教育 是海天第一要务 台南孔庙 全台首学这四个字 是一个名叫陈斌的人提写的 陈斌啊 那是一代名称 陈斌在这个台南留下来 非常多的记忆 清代台湾总共60多所书院 许多都是以官身协力 民间相助的方式创建起来的 在台湾担任教育主管的教育 训导等官员 基本都由福建选派过去 早在270年前 我们台湾的独书人 就受到这个保障名额的这个逼佑 所以写的刚谈以爱这四个字 我们祖先叫张世襄 他主要是为了科举来台湾 张世襄家族啊 这一个家族啊 在十年里面出现六个巨人 这个在中国大陆都不得了 何况在台湾 汪初年是我的建筑部 他是晋师 汪初年的父亲叫汪欧宁 他是一个农民 一座岛屿上的三杰官员 一起帮着这个农民的孩子 在科举之路上 一城一城往上送 那最后呢 汪初年啊 他就成为这个台湾历史上的 最后一个晋师 台湾却是完全承识了 内地的这个社会的教育制度 那么这个在台湾 指示儒家的结果 使台湾从一个初放的移民社会 走向世生的文字社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